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这是属于偷道 但是经文所说的意义啊 比起一般通图的偷道来说 它的范围比较狭 道理比较深 它的范围啊 还会牵涉到这个妄疑 所以这是专职 修学佛法的人 一般的修行人 以种种的方式 诈数 来欺骗世间人 而得到的财力 所以 虽然是属于偷道 它跟这个后边的妄疑 有的时候还会牵涉到前面的文字 所以它的范围啊 比较狭而比较深 专对修行人说的 所以太区大师的科判 跟普通一般的科判不一样 叫做戒趋势偷 我们先说通图的偷道 通图的偷道的名称啊 说完之后 再来说明经文的趋势偷 对于这个偷道的名称啊 最严重的就是截取 抢劫 强盗 抢劫民财 这是最严重的 是工人响戒 这是属于偷道率最重的 这个罪过 这是第一 第二 是用恐吓的方式 恐吓的方式来求 那么虽然对方知道 可是他是用方法 使你恐怖 假如你不舍财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等等 例如有些 这个欺骗人的方式 他就说 你呀 犯了什么什么 那你如果不赶快去改运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改运用多少钱 几十万上百万 那么他用这种方式 恐吓人家 让他害怕 那么因此取得的财力 那就叫做恐吓取 第三是偷取 这是正宗的一般说的偷道 人家不知道 人家不知道 把人家东西偷偷拿来 这个叫做偷取 第一是叫做不与取 人家没有给你 你就把人家东西取得来 这个叫做不与取 这个不与取 人家不给你而取来的 这有四种的分别 叫做饲料捐 就是于不于 道非道来分别 道是偷道的道了 第一种 于取 非道 这个可以知道 就是说人家给我 他好意给我 他明知 那么他这个东西是他的 他好意给我 那么我取他的东西 这是虽然于取 他给我 但是我并没有偷到的 这个 这个意思 那么完全合法的 得到的财力 这个叫做于取 非道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于取 是道 我给你 可是里面就含有 被偷的情况 对吧 含有这个偷道的意思在里面 这个道理需要说明 举例子 例如我们买东西 像这个卖主啊 买东西的时候 我给他钱 例如这个东西啊 价值 六块钱 那么我给他十块钱 他应当找我四块钱就对了 可是这个卖主看错了 把这个十块钱看成五十块 那么他明明你买的东西是六块钱 他本来你给他十块 他找四块 就可以了 可是他看错了 看成五十块 那么意思 他就找给你四十四块 应当得的是四块钱而已啊 找还给你 可是这个四十块是多的 人家看错了的 可是你把人家看错的钱 都给你四十块 你明明知道 没有像对方说明 默默地把它装在口袋里 这个叫做于其是道 是给你 没有错 可是你超数得到 超出那个数目字 这个超出的数目字呢 就是都到 这个情况 我从前呢 在服务院上课 经常坐车子 东跑西跑 经典最多了 在屏东车站 这个公路局车站啊 那个时候还有公路局车站 我们向这个数票员买票 那个时候啊 我刚来的时候 三十几年前 万南到屏东啊 一张票四块钱 四块而已啊 四块钱 那么我从屏东要回来 买他一张票四块钱 我给他五块 纸币五块 他看错了 他本来看成五十块 他找给我四十六块 我一看四十六块 我给他只有五块而已啊 他找我一块钱就可以了 为什么找到四十六块呢 因为他看错了 把他当作五十块 我当下跟他说 小姐也错了 他还生气了 为什么说我 他还骂我 我说不是的 你的钱啊 你多给我啦 他说什么呢 我给你只五块钱啊 你现在找给我呢 你自己看多少钱 送回去要他自己看 他自己不好意思啊 跟我一再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否则他就要了解了 卖那一张票要了了 四十几块 这种情况啊 那是不止一次了 不晓得多少次 经常碰到的 就是在车上面买票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你 接着就把它装在口袋里 那就叫做预期 是到 第三种啊 不预期 是到 这个可以知道 就是真正的偷 人家不给你 那你用方法 把它偷得来 第一种啊 不预期 非道 为什么不预期 又有不死 偷到的 这个 过失呢 因为彼此是 亲友啊 相知的 经常东西 哪来哪去 彼此都不在乎 不但是物品啊 今天也是如此 那么这样子 我们彼此 很好的朋友 彼此用来用去 这样子啊 人家 他并没有意识 认为你在偷他东西 这个就不算到 所以虽然是不预期 可是 平常啊 彼此来往很熟 那么在他那边 哪东西用 他不会以为你在偷他的 这个就叫做 虽然不预期 不是偷到 有这四种分别 啊 第五种啊 就是偷到的道子 啊 这个道的范围就包含前四种 啊 因此啊 我平常在戒法里面 叫做偷到的道 就是 就是用道子 因为道 可以包含前面四种 啊 这是通图所说的 偷到的这个名称 啊 里面含义很多很多 所以 广律里面 讲到这个偷到的 啊 这条界啊 有的用上 两卷三卷文字 最多的还有五六卷的 我都看过 啊 他里面范围很大 包含六层镜 眼偷看 耳头听 鼻子偷香 啊 例如说 这个 修行人在 莲花池边经过 啊 闻到那个莲花香 哦 好香哦 啊 在哪里闻那个香 啊 莲花池神就站出来 你怎么偷我的香啊 这 这叫做偷啊 我在这边经过 福西 自然而然就闻到香嘛 为什么偷呢 但是你站在哪里 啊 用力的 洗 洗进去 好香咯 这就是偷 你不是自然而然的进出 而是 特意的 用心 把它洗一口气 啊 闻香 所以你是偷香 啊 呃 我这么一点点 你就说我 那人家把你的 莲花 那你为什么不说 莲花池神说 你是修行人啊 你要得到的 你要成要成佛的 你自我犯了 这个偷盗啊 把你拉回来了 不能上镜 所以我不能不说呀 人家把我的莲花 那他要到地狱里面去 他要跟阎罗王那边算账 那没我的事 所以我不必管 哦 这个叫做偷香 哎 呃 呃 例如说 用意故意的 接触别人的身份 呃 现代人的吃豆腐 呃 这类都是 呃 抽到 呃 内心 罚臣也有偷的 呃 所以呀 如果详细论这个偷的范围 好了好的 呃 所以 六成经 都可以论偷 呃 我们平常不小心啊 呃 无意中 就犯了这个 很小的偷盗罪 自己不知道 呃 只是我们一天到晚了 没有注意就是 初向 去偷人家的中心 那不会 呃 谁愿意做小偷啊 不愿意去偷人家的中心 可是 我们平常在 一举一动当中啊 无意中 会有犯到 呃 这个偷盗的范围 自己还不知道 呃 例如你写信 不是印刷屏 你把它写上印刷屏 贴上三块板 那就偷了一块板 哦 那么 信封里面 信不可以夹线钞 那你夹一张线钞在里面 那也犯了 犯了这个 邮政法 也是偷盗 呃 所以 呃 这个范围很大 详细在戒律里面呢 有专门说明 我们这是说一个大案 现在我们讲经 言归正传 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 来做说明 呃 但是他的欺骗世人 就包含这个忘形在里面 所以他去大师的社论里面说啊 他这个范围比较狭小 专持修行人说 修行人用用大数来欺骗人 所得到的财力就是书以这条 我们看着经文 欧难 又服世界 六道众生 其心不透 这不随其身思相随 对修行人说呀 佛对欧难说 还有啊 世间上六道众生 虽然是说 三三道三 我道来六道众生 现在主要对人说 我们都是人道众生 对人说 呃 人的人心 你要修行吗 要修行不但身体不能偷 心也不能偷 呃 其心不透 就是心地光明正大雷雷落落 不会有一点点 不正当的情况出现 呃 呃 我楼上 呃 有宏一大师写的字啊 他有一句说 不是使 借一偷字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没有事情的时候 要借叫一个偷到的偷 呃 人一看 觉得很奇怪啊 我没有事的时候 我怎么会偷啊 我这再来就偷个什么了呀 打妄想 心里打妄想 就是偷 呃 我现在想哦 某某地方有什么花 很好看了 我真是想看一下 哎 虽然还没有去 心里已经中了这个念头 这就是偷 打妄想 也是偷 所以这个偷心不死啊 为修行的大障碍 一般人都是因为偷心不死而没有办法写脱 啊 虽然不赢不杀 可是你偷心不死啊 想要出苦 也还有困难 啊 如果心完全没有偷 不会有偷到的方 啊 行为 其心完全不偷的话 那就不会随顺生死的相续 就是说 你要出三件 要聊生死 就有可能 心不偷 生死才有办法偷去 啊 我们的偷心很多啊 贪图这个世间 爱不重 不生疏婆 啊 这个爱之重 就是众生的偷心 啊 你童然想要往生西方 可是这边你也很喜欢 这个地方蛮不错嘛 好 那你想要往生就有困难啦 你觉得蛮不错吗 蛮不错那你就留在这边吧 啊 所以如果你偷心死了 就不会跟随生死在哪里相续 啊 也就是说 真正修行的人不杀不道 啊 那么这个三道人三件都能够啊 持着内心心心心心心不起念头 那么要超出世间就没有问题 你修山脉本处成老 偷心不处成不可处 你只修行人 你们修行的人无论是修哪一个法门 二十五元通无论修哪一门 啊 啊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求证山脉 山脉就是圆通 三摩地 就求证圆通 你在求证圆通修各种山脉的时候 你的本意就是要超出尘劳 三界六道轮回生死 啊 八万四千成老烦恼 你的用意修行 就是要超出三界的成老烦恼 本意就是如此 所以叫做本出成老 可是如果偷心不愁 偷心没有愁去 啊 成就没有办法超出 成不可处 啊 不叫做不能处 而叫不可处 就是本来可以处的 只要你偷心死了 除掉偷心 就可以超出成老的 可是现在因为偷心不除啊 从来没有生去做偷道的事情 心里的偷 那个偷心没有除掉 所以就没有办法超出成老 啊 本来可以出 而现在因为成 这个偷心不除的缘故啊 成就没有办法出了 就不可能出 原来可处的 现在隆臣不可能出 多可惜啊 这种修行人 总有多知 禅定现前 辱不断偷 辱不断偷 避漏邪刀 这种修行人呢 纵然他有四肢变中的智慧 啊 而人能修到世间的 禅定 禅定 人献钱 是禅定 是这个智慧的样子 可是因为他不断偷 偷心不除 偷心没有断掉 这种人呢 纵然修行修得再好 必定会乐在 邪道里面 邪 邪者不正 偷就是不正的事情 偷心不实 啊 那么因此你这个不正的行为啊 就是邪道 由此将来改国 啊 正在用功修行修定修会 可是偷心不除 啊 那么由这个偷心不除的邪 影响到你的修营 啊 那么由此就分成上中下三平的 这个邪的结果 啊 上平就是精灵 中平妖魅 啊 下平邪人猪魅所着 啊 纵然认真修行 可是这个偷心不除的缘故啊 发生这三种情况 禅定智慧功夫超过偷心 成为上平的精灵 两种差不多 中平的妖魅 啊 禅定功夫不如偷心 偷心强 啊 禅如偷心有六分 而禅定只有四分 那么这就变成下平邪人 为诸魅所着 我现在按照这三种啊 我们一种一种来做说明 上平精灵 这个精灵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看看古人的注言 这个宝剑书里面说 上平者 明治精灵 为 道日月之经 遂酒而灵者 如三妖 目怪 至先非先 至神非神 这一类就是属于上平的 而在执掌书里面解释说 所谓上平的精灵是什么呢 上平精灵者 道日月之精华 结天地之灵秀 复善脱水 或人即是 邪神类也 将来 他的结果 做邪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新逢教肖岳 吉祥岳 慈悲至业台南分会 恭送地藏十轮经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 联络电话 零六二七一六六一六 零六二七一六六一六 或零六二七一六六一二 零六二七一六六一二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避免信众 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福恩 现场无法立派位 请上网登记 为往生49日内的 王者回向 立刻登记毛孩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100万倍 慈胚置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关灾界 祭礼拜大碑灿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 声众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三国草味之情 河南一部朱姓品和人家 半生了一名婴儿 取名为朱世行 十几岁 吉塞洛阳 白马寺出家 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 佛奖音去逐了 佛法森 而有了更广泛 而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但当时出家人 只是替罚染医 已是与俗人有别 并没有受戒之说 西元250年 天族僧人坦和迦罗 从印度买到洛阳 带来了佛教的戒律 在白马寺胜利戒坛 白马寺举行了 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次传戒法会 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 即与修戒 但唯有朱世行 登台授戒之事 被记载下来 因此 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 汉族僧人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 生命地势台 接下来 请收看 菠若讲座 自然 怀疑 大人 怀疑 自然 怀疑 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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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 伤伤人 怀疑 大人 怀疑 大人 怀疑 我刚刚在休息的时间 就诸位提上来的问题 已经向上师做了请示了 我们不会逐次地念您的问题 而是精简地把它归纳过之后 能不能接受同意的回答 然后我们现在 这边有十几个问题 上市很慈悲 全部都回答了 我们就跟大家再次边做报告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上市谈到观想哄字的时候 有时候是说